哈喽大家,今天又是久违的吸铁盘 你看短短的时间内就攒了这么多的东西 这里并不完全都是用空的 还有一些是要跟大家更新一下它的铁盘进度的 我们赶紧开始吧 首先从已经空瓶的或者已经不能用了的产品开始分享 第一样就是我之前分享过的来自Juice Beauty的这支CC霜 这支CC霜我非常的喜欢 好像之前还出过测评的视频对不对 非常的适合通勤 一天下来八个小时也不会颁博也不会怎么样 而且它是纯植物精华的 就对皮肤会有一个养肤的功效在 但是为什么现在用不下去呢 因为某一天我打开它的时候突然发现 那一天打开的瞬间这个尖尖头就彻底的从这个瓶身上面分裂开来 整个掉下来了 也没有去暴力开盖也没有去掰它什么的 就正常的螺旋拧出嘛 我现在想想其实有点后悔 当时应该立马找一个空罐子 把里面剩余的这么多的产品挤到空罐子里面去继续用 当下没有做出正确的举动嘛 所以时间一久它里面的剩余大概有这么多的产品吧 它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肯定是已经不能再用了 所以今天拍完就要把它给丢掉了 还蛮可惜的 我觉得在包装上面可以再下点心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真的让人很心痛 这支CC霜我还蛮喜欢的 第二件空瓶的是YSL的粉漆垫 这种网纱状的我就是习惯用到最后用剪刀把它剪开 把边缘的一圈全部都挖出来挖空 这样才感觉每一分钱都用到脸上了 那这罐我有多喜欢呢 就是我用完了这个小织妆以后 我又去入了正妆 要看它效果的话 在之前的底妆测评类的视频里面也有出现过 可以去翻一翻 第三件空瓶就是这个黑气垫 黑气垫呢里面是海绵的 所以没有办法剪开 我这块气垫已经两边翻面 翻了好几次了 现在是真的彻彻底底压榨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我觉得相比较而言 这种海绵状的 它的使用效期会比那种网纱状的要短很多 因为那种网纱状的 你是知道它里面有实实在在的 那么多的粉霜在里面的 但是这种海绵的 我发现它会自我挥发 就是你开盖了以后去用个几次 然后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光顾它了 再回来用它 你就会发现用不了几次它就没了 它其实是需要你开盖以后 集中一段时间快速把它用完的 就不要想就是说 开完以后我慢慢用 这个用一下那个用一下 回来你就发现它里面东西就不翼而飞了 接下来是用空的粉饼 其实这两罐粉饼没有完全的用空 都还剩一个边边 今天拍完视频以后 我会把这些边边撬出来 把它压碎继续用完 首先第一个是郑萱莫的粉饼 这块粉饼我推荐了很多次 当时买的时候是一个清仓价才七十几块钱 以七十几块的价格来说 它的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在耗完它之后 我又去入了两块正价的郑装 而且这块郑装大家看一下 也差不多快要见底了 它已经出现底下的那个格纹的样子了 但我还是想提一嘴 七十四的清仓价的话 它就是性价比爆表 但如果是原价的话 其实也就还好 没有到说一定要去买的那种程度 第二块铁皮呢 就是Laura Mercier的这块之前很火的粉饼 这块粉饼也是用完只剩下一个圈圈了 以它的含量来说 性价比算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里面才6.5克 当时我入的价格大概是300吧 现在肯定价格下来一些了 现在200出头的价格来说的话 也还是含量偏少啊 6.5克我就这么说吧 我大概用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它就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真的不经用 你随便刷个两次 就可以看到底下的这个铁皮 就用的时候真的会很心疼 但是它在我脸上的效果是好的 非常的轻薄 压上脸以后是没有那种毛笼感的 之前我有把它跟Hourglass的那个粉饼 做了一个二者之间的对比视频 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 如果它像其他的粉饼一样 里面含量大概有12克呀 13克之类的话 那妥妥的会上我的回购清单 再来说一下它里面这个粉铺 不太好用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新兜的 那个双面纸绒粉铺去用它 总结一句就是好用但不回购 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平时一直在用的 这些彩妆底妆单品的铁皮进度 首先第一支还是来自 纪凡希的柔光粉底液 这个柔光粉底液 最近我有努力在用哦 最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用的都是它 清透提亮效果好 在脸上的绒附度OK 就是非常的适合通勤 它的空瓶进度给大家看一下 我相信我加紧再用一用 它应该很快就能耗完 值得一提的是 这支其实已经是我用的第二支了 第一支也是完完全全用完 扔掉的那种 然后第二支用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过第一支的那种 就是压蹦头飞走的那种情况 它到目前为止 这个压蹦头还是好好的待在瓶身上面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贫控的问题吧 总之这支也是我的珍爱粉底液之一啦 下次铁皮分享会继续跟大家更新它的进度的 另外两支粉底液来自Pet McGrath 这两支也是我的珍爱粉底 为什么有两支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一开始我买的是Light 5 后来发现颜色对我来说稍微深了一丢丢 所以后来我又去回购了一支Light 2 先入的这个Light 5已经空到这个程度了 现在我如果用到这支五号色的话 都是把它用在脸侧做一个自然的阴影 这支二号色呢 它的空瓶进度是这样子的 还没有到用很多 因为最近都在耗那支寄凡希 这两支呢也是一直会给大家再更新下去的 接下来呢是这个眉粉 这个眉粉距离上一次 它的进展非常的大 左边浅色的已经挖出一个深坑了 而且这个深坑在不断的往旁边去扩展 可以看得出来 我平时用这个浅色用的比较多一点 右边这个深色呢 也有一个很深的坑 但是它还没有出现铁皮 因为这个深色我都是用来加强一下眉尾 所以它的用量就没有浅色来得多 这块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应该要成为我的珍爱美粉了吧 但我觉得也不必去囤货 因为这么一块估计可以用很久很久 然后呢是毛哥平的这个双色遮瑕膏 这块说实话它的铁皮进度跟上一次差别不是很大 因为这段时间我很少去用它 包括去上班呀 包括平时拍视频啊 我好像最近都没有怎么去遮瑕 纯纯的想偷懒 所以它基本上跟上次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会努力督促自己把它多拿出来用一下的 希望下次再出现的时候呢 它的铁皮的情况比现在好很多 那为什么毛哥平的双色遮瑕基本上没怎么动呢 因为最近我都在用彩糖的这块三色的里面的哑光提亮 像黑眼圈呀 像法令纹啊 像这个眼尾的太阳穴的提亮啊 基本上都直接用它就行了 所以你看这块最近铁得特别快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面积很大的盆地状了 最近用它用的有点上头 就希望快点把它用完 但相较而言 你看其他两个颜色 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动过 我觉得彩糖可以单出一块这个哑光提亮 应该会卖的很好吧 另外一块三色修容盘呢 就是Everbeb的这个老朋友了 每次用这个鼻影修完以后呢 就会习惯性的用这块白色来提亮一下鼻梁的中央 但这个脸侧的修容色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动 因为平时我也特别的懒 我就懒得去做面部修容这个动作 所以我就发现手头上这么多的修容盘啊 总有一个颜色是用不到的 就非常的神奇 好下一支 我相信它快要用空的产品呢 是Chanel的这个唇釉 色号是62号叫Steal 这一支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裸性色 上嘴以后不会显得那么橘啊 它的裸色会偏重一些 还蛮适合通勤的 镜头里面很难展示出来 因为它的这个外壳有很强的反光的效果 就隐约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条这个裂开来的线 大概我猜里面剩下的就是这么多吧 因为几乎我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都会涂一下它 已经坚持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相信应该很快这个产品也能用完 这支用完以后我会看一下 它们家还有什么别的比较漂亮的颜色 会再去入一支来用 我觉得这个唇釉还蛮好用的 最后呢前面忘记分享了一支完全空瓶的产品 就是Clio的这个Kio Lash的睫毛膏 我在之前的很多其他视频里面有分享过它 也是我的年度最爱睫毛膏吧 刷上睫毛以后就是根根分明 很纤长又有浓密的效果 而且一天下来都不会晕染 现在我手头上在用的睫毛膏也还是来自Clio的 一支黑色一支棕色 就它们家睫毛膏真的做得还不错耶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现在手头上 每天都在用的所有的产品的铁盘进度了 以及空瓶分享 希望这个视频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